这个印度莫老仙 他真是一个很能整活的人 最近他跑去了俄罗斯跟普京见面 一见到面就装大善人啊 就动情的说 这个战争啊 我一看到那些小孩被炸死了 心里就很难受啊 当到全世界媒体的面 莫老仙这样的对着普京说 搞得普京一向就摸不着头脑 这莫老仙跑来俄罗斯 难道是来让普京挺火的吗 看来不像 但为什么莫老仙一来说这种话呢 这是莫老仙的筹码 他虽然去见了普京 但实际上他对俄罗斯的要求可多了 俄罗斯和印度的贸易额 双边贸易只有130亿美元 一打仗 印度和俄罗斯的双边贸易 提升到650亿美元 突然一下子 双边贸易增加了差不多快五倍了 但是俄罗斯没收到钱了 俄罗斯出口了大量的人员给印度 那你印度买了这么多人员 你印度应该给钱给俄罗斯 但是印度没给 为什么没给钱呢 因为俄罗斯要求 印度用俄罗斯的卢布 去买俄罗斯的石油 但是印度手里没有那么多卢布啊 没那么多卢布 没钱负怎么办呢 那就挂着账吧 既然没钱负就把钱 编一个数字 多少多少卢布 存在印度的央行里 那就等于俄罗斯一直给人员给人员 但印度就是不给钱 不给钱不给钱 普京肯定要问他要 但他就是不给 三哥耍这个手段 又不是一天两天了 对全世界各个企业 看哪里不顺眼 改革法律 反正他有十多亿人口 天一亮 张开就要吃饭 上街就要花钱 有那么大的消费力啊 印度的木买 新德里 其实并没有那么差 城市还是很现代化 所以没人愿意放弃印度市场 俄罗斯目前处在这么危机的关头 更加不愿意放弃印度的市场 但是印度不可能长期不给钱啊 俄罗斯当然是希望印度用人民币 给到俄罗斯 但印度跟我们关系不咋的 木老仙现在连萨河组织峰会 他说不参加就不参加 他现在有点牛逼了 所以普京如果让他用人民币结算 他肯定他也不愿意 所以这个时候 普京对木老仙也是忍着 没办法 只能忍着 忍着也就算了 木老仙跟普京一见面 先将普京一军 说看到战争让那些小孩死去 就难受 不管他是不是真的难受 普京只能把木老仙 当佛一样的供着